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一些新闻啊,报章啊,都会看到他的出现,可是他的出现虽然只是一张照片,可是他在后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是就为了我们知道,帮助了很多人,是,对,那么听说呢,从年轻到创业啊,到现在啊,是,他的人生呢,是非常的戏剧性的,是充满戏剧性的,我们来欢迎,卓顺发先生,欢迎,大家好,是,观众们,听众们,大家好,是,观众们,听众们,大家好,是, 那卓顺先生目前是善计医社的主席,对,嗯,会这么热爱慈善,是因为跟你年轻时候走过的路有关系吗?有关系吗?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而且在港邦,没有做港邦,跟你做港邦的想法,是相差很大的,嗯,然后家庭也很贫穷,知道很辛苦,嗯,知道钱很重要,是,知道生命很可贵,嗯,所以一向来从家里写到很多东西,嗯,因为毕竟,毕竟, 因为父亲十个世纪,要养我十二个孩子,真的不孤独。 十二个?十二个? 对,对。 味道,味道。 卓先生,你排行老几? 我排行老几。 我们家有八个女的,四个男的。 八个女的,四个男的? 你是Lucky No. 7 Lucky No. 7 其实活着就很幸运了,能够好好的健康活着是相当的幸运。 哇,真的,听他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可是你要做起来不容易,活着健康就是很幸运。 要怎么健康,怎么健康? 要怎么健康就是一门学问。 是,我想卓先生的意愿就是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出发点就是要让每个人得到健康更快乐。 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跟他的心态,跟生活习惯,相细细相关。 如果你每天很多仇恨,或者很多不满意,很多妒忌,你会很难受。 我觉得宽容、慈悲、大爱感人相当的重要。 为什么?这四个字还影响人的一生。 好像一些事情,如果是一件事情你能够接受,你能够宽容,你有慈悲。 就大事话小,小事话偶尔。 但如果你每天很多麻烦的事缠在你身上, 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健康的生活。 放不下来讲。 放不下来讲。 心灵很黑暗。 就是初初要跟人家计较。 一个初初计较的人很难得到善良。 主席讲的就是心灵上的健康。 心灵上的健康。 所以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就讲到了。 每天晚上他一回到家,马上就睡觉了。 能够马上就睡觉的人,就是因为你。 连凉都没有冲就睡觉了。 不是。 能够很快睡觉的人是一个福气来的。 真的啊。 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然后他问心无愧。 对。 他不用半夜突然间惊醒。 对。 就算惊醒,还是会在想。 不过不对,这三个人以后睡不好。 好啊。 一中我决定的这个电视筹款真的睡不好。 因为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必须做一场好的。 我们和人家分享。 你三个月前才决定? 三个月前才决定。 我们已经想要做已经六年了。 三个月决定今年再做。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的。 为什么今年上季会想要做电视筹款? 第一次。 我们做的筹款都是很多活动。 包括艺术的,还有包括晚宴。 都是内内。 我们最大厂的一厂是差不多是三千到四千人。 如果你做电视筹款, 你面对的是一两百万的观众。 你要准备好。 你要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比较像我们的艺术, 也要准备好内容。 如果不然就很多人来看病, 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其实训练了好多年, 在提升自己,在改变自己。 所以主席说的就是, 你现在全岛有十五间。 十五间。 所以你全岛只有两三间的话, 你做一个电视的话, 固然间很多人来, 你右手不挤。 主要大家也是看到说, 其实上季一色, 它真的是在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并不是说, 就是他们自己先找很多的慈善家, 先开了很多, 然后让很多人受贿, 才上电视筹款。 他们并不是说, 上电视筹了款, 才开很多。 而是他们先让大家认识, 善计一色是在做什么。 我想另外一个目的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有十五间。 电视筹款之后呢, 明年的今天, 也许就有三十间了。 会吗? 这个不大会。 我坦白讲, 其实要维持十五间议色, 真的相当困难。 因为我们本来的大概十五间议色, 我们服务了七年, 我们服务三万七千六百零二个人。 我们的看病人是四十多万人次。 就是等于一个人进来, 大概是四次到五次。 我们算得下来, 一个人平均, 我们花在他们身上是七十多块钱。 我们今年会服务到超过五万人次。 就是省离这十五间议色, 每天有一千个人走进来。 然后大概是一千多人吃。 然后百分之七十是完全不用给钱的。 就是建国一代。 我们是看诊免费的。 什么叫看诊免费? 我们很喜欢你走进来, 跟医生交流, 医生跟你讲心事, 医生给你传播正能量, 什么能够吃啊, 什么不能够吃啊, 就是健康的尝试。 你跟医生讲, 二十分钟也不用给钱。 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然后接下来, 你拿药, 建国一代是完全不用给钱的。 六十岁到六十五岁, 一天才给快半钱。 年轻人六十岁以下才三块钱。 所以我们的负担相当的重。 所以一年的开支要多少? 一年的开支, 目前我大概估计, 你要这样做来讲, 要是超过一千万。 可是政府又资助我们。